央视节目组到罗伯伯拍摄节目 没想到竟然与一伙盗墓贼不期而遇 惊慌之下节目组立即报警 但是这伙胆大包天的盗墓贼并没有被吓退 反而异常嚣张地拿着枪 朝着节目组直冲了过来 两队人马就此在沙漠中 展开了一场生死时速的较量 那么央视节目组 是否能逃脱盗墓贼的追击 他们为何会在荒芜人烟的地带相遇呢 喜欢本期视频的朋友 别忘了添加关注 长按点赞支持一下 最大的动力 这件惊心动魄的事情 发生在2002年的夏天 按理说像罗伯伯这样 有着死亡之海支撑的地方 一向都是人烟稀少 汗有人计 为啥央视节目组会突然来着拍摄节目呢 这就不得不提起一个名叫李勇的青年探险家了 那年李勇经过深思熟虑 做出了一个重要决定 他要徒步穿越死亡之海罗伯伯 罗伯伯的这个称号 可不是危言耸听 他是世界上最大的流动沙漠之一 天气干燥气候极端环境 恶劣无比 不知道有多少挑战者就此消失不见 但李勇还是决定挑战这个地狱级的难度 而央视在得知这一消息后 就决定派摄制组见证这一壮举 众人都深知罗伯伯的凶险 于是为了安全起见 就找了一个经验丰富的向导 这位向导就是探险家乌士卦 他曾多次出入罗伯伯 为国内外知名电视台担任向导 不过为了以防万一 一行人还是决定先去踩个点 在一些准备就绪后 便浩浩荡荡的出发了 谁也没想到原本计划好的旅程 却因为一个小插曲 变成了亡命之旅 节目组刚刚抵达指定的拍摄地点 经验丰富的向导吴士广 顿时察觉到了不对劲 这片沙漠竟然还保留着两道崭新的车痕 吴士广立即下车 抓了一把车轮碾过的沙子 仔细观察之后心下了然 这辆车在此通过的时间不超过两天 可是罗布伯的环境本就恶劣 如今又正值剩下温度 甚至能达到70多度 简直就不是人能带的地方 除了有任务在身的考察队 和一些趁着假期组团参观楼兰古街的旅游团 几乎没有什么人会涉足这片荒漠 而且不管是考察队 还是旅游团规模都不小 咋可能会有单个车辆进入罗布伯腹地的呢 吴士广对这种异常的现象 隐隐觉得不安 他看着这通向他之前发现的楼兰古墨的车技时 突然打了个机灵 这不会是盗魔贼吧 这并非是吴士广在胡思乱想 因为如今发掘的楼兰古墨群 大部分都在罗布伯附近 神秘楼兰古国一向吸引人 而楼兰古墨的发现 不仅让一众考古专家欣喜不已 也吸引了一群毫无律法的盗墨贼的注意 自90年代以来楼兰古墨数次被盗 猖狂的盗墨贼 不仅盗走了价值连城的文物 就连古墨中的干尸都不放过 毕竟这些干尸在国外也具有不菲的价值 所以盗墨贼当然也不放过这个生前的机会 鼎丰作案把古墨中的干尸倒卖到国外 吴士广这一联想可不得了 他把自己的猜测告诉了随行领队马辉 马辉一听这可不是什么小事 于是当即决定改换既定路线 央视节目组在罗布伯直播 却意外遇到了一群盗墨贼团伙 这些盗墨贼在被撞破作案现场后 竟然疯狂向节目组发动袭击 在这片人际罕至的沙漠里 双方上演了一场惊心动魄的亡命追击 四辆越野车沿着车轮运去一探究竟 他们跟着一路的线索 来到了一片雅丹地貌 眼前的景象让吴士广的心拔凉拔凉的 地上散落着一些行李 铺着的羊毛毡子也没来得及收拾 吴士广仔细观察着这些物品 那一地的工具让他心里仅存的侥幸消失待尽 十字搞枣子钢枪等 是这里的盗墨贼常用的工具 看来这里的古墨已经遭到了毒手 设置组还在一个角落里 找到了一口锅 锅里的面条还是温热的 这群盗墨贼应该还没走远 吴士广带着节目组 找到了一处古楼兰的墨葬群 根据车车的方向和距离看 这里应该是那群盗墨贼的目的地 果然眼前的景象让众人痛心不已 小山丘上的盗洞 一个接一个密密麻麻的 年代久远的观国也被翻得一片狼藉 几句失去观国的干尸 凌落地倒在地上 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一个 脚趾上涂着红色指甲的女性干尸 即使经过了千年岁月的洗礼 但是色彩依旧鲜亮明显能看出是精心护理的 不过遗憾的是 这具女性干尸的身体遭到了破坏 下肢还在 但是头部却被暴力拆解了 除此之外 现场还有一具男性干尸 她的面部表情栩栩如生 看起来应该是位长相清秀的中年男性 她的尸身同样被暴力破坏了 那些留下来的痕迹 可以说触目惊心 吴氏广和马辉立即通知其他人员 在行动时一定要保持警惕 毕竟这里是无人区 他们对环境了解不多 而且众人要面对的还是一群 穷凶极恶要钱不要命的盗墓贼团伙 所以一旦发生什么情况就鸣笛警示 其他人继续在周围搜索 吴氏广和马辉则拿着相机继续往上爬 他们想把这些盗墓贼的犯罪证据拍下来 果然越往上靠近就看得越清楚 他们刚刚抵达山顶 就听到震耳欲聋的爆破声响起 吴氏广和马辉赶紧躲在一块巨石后 通过缝隙往下一桥山丘地下 竟然出现了一个大洞 洞口旁边围了五六个人 他们手里都拿着枪支和手电 就在二人小心翼地准备把这一幕拍下来时 在外放风的盗墓贼同伙却发现了他们 直接对正在作案的同伙 喊有人在拍他们 说着就对节目组的人冲了下来 吴氏广和马辉顿具事情不妙 对着自己人大吼一声快跑 所有人紧急上车迅速逃离现场 可是那些盗墓贼却对他们紧追不舍 后方依稀有枪声传出 在车上节目组通过对讲机联系大本营报警 可是路途遥远警察需要一天的时间才能到 幸运的是盗墓贼在追击一段路程后就放弃了 可能觉得还是继续盗墓比较重要 但是节目组却不敢掉以轻心 他们自制了一些陷阱 在路上放置了很多铁定木板 只要盗墓贼敢在夜里搞偷袭 那么他们的车子肯定得扎报废 夜里节目组的人都不敢合眼 苦苦等待着警察们的到来 央视社制组在罗布伯和一群盗墓贼不期而遇 这些盗墓贼在发现节目组后 不仅没有立即逃算 还丧心病狂地对节目组发起了追击 于是在这片广袤的沙漠中 双方展开了一场斗智斗勇的较量 终于在第二天中午他们迎来了救兵 下午两点当地警察就展开了围捕行动 但是盗墓贼拒不受捕的行为 让警察不得不铭枪警示 可他们仍然不与理会死命往外离跑 但是却始终无法逃出包围圈 最终在一柄柄指着他们的枪口下 软着腿投降 警方在押走这些盗墓贼后 对他们的车辆和行李进行了详细搜查 这不查不知道一查吓一跳 车上满满当当地塞满了各种各样的文物 包括一些同期益器丝织品等 全是千年前的文物各个都价值连城 但是最令人心痛的是 有些文物体系太大不好携带 丝织品他们就用剪刀剪开 其他的壁画之类的就用剪刀剪开 对文物造成了不可挽回的伤害 好在这次警方将他们一网打尽 相信他们会为自己的所作所为付出代价 老祖宗留给我们的这些宝贵的遗产 是需要每个人都保护爱惜的 大家对此有什么不同看法呢 欢迎在视频下方留言讨论 喜欢本期视频的朋友别忘了 长按点赞加关注 非常感谢大家的关注和支持 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